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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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F2 我是杨茜茜茜 我是杨茜茜茜 我非常高兴最近的一个月的 比里比里 得到十万个范茜 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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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美国大叔 是我们本期的主人公 他的身份是一名 汉字学者 他被许多中国网友亲切地称为 汉字叔叔 这个 这个 我问他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他想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你想什么 这个我想 这个是心 可是要画一个心 全部的身体 这个是奶 跟肚脐 这个是肚脐 你看你的头脑那么脏 哈哈哈 被他骗了 可不是骗了 被坑了 这个是经文的 经文的 对你也说的 汉字的魅力 我觉得是每一个汉字有故事 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 你知道古代的人的日常生活 也是知道中国的历史 因为 更理解人 也更理解 古代的人 也更理解 中国人 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人 我的人 通常有意 一中有痛 通 通常有意 一中有痛 通常有意 一中有痛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2020年6月 因为南京抗议现场而爆火的亮书 在南京创新州紫金山创新大会上 获得了金陵友谊奖 也是在这次活动上 认识了同为获奖者的汉字叔叔 我来个这个 这样的相机 感觉你也会 日本人 美国人怎么做的 就那样吗 我的老板也是这样 我的老板不像日本人 他比较像中国人 你之前的时候也觉得吗 对 我没有感觉到他有日本人的 不像你一样你回 对 那你还是觉得我是日本人吗 对 我跟那个公司的人说 有些人不会讲日语的 但是我可以叫他们 如果跟日本人讲话的时候 我说 就这样子觉得 很会日语的样子 对 那如果跟美国的人聊天 然后如果我不会英语 但是要假装我会英语的话 我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就是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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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了 对 对 对 中文了 对 对 汉字迄今为止 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从已知最早的甲骨文 到如今的简体字 汉字起源与演变过程 是汉字叔叔主要研究内容 据说他比大部分的中国人 还要了解汉字 有 人字吧 这个有 这个本来也是一个手的来源 这个手是 可能像一个手指是破掉的 手上 哦 有手上的意思 本来是这个字 本来是这个 对 然后他们有 是颜色的那个 是颜色的 哦 原来是虫子吗 对 有的 在 中文字他们是这样子写的 对 哦 那有的蜘蛛是红色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表演符号 可是现在是一种 一种语 感觉有点难说 日语的话听起来挺好看的 这个字 但是听了 这一个是 怎么 破掉的手 还有 猪 猪 这两个都是甲骨文吗 这个是 专题字 专题字 这个是甲骨文 专题字是什么东西 两千年以前 汉代的 可以说汉代的字 汉代的字 对 清代跟汉代 两千年以前 所以甲骨文就更早 对 甲骨文更早 甲骨文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一千年 相代的 没想到 我在中国 来到中国之后 第一个 给我解释 甲骨文的人 竟然是 美国人 之前我的朋友都没有告诉我 这甲骨文是怎么样 你说的这个 家国人 或者汉字的专家里面 也有你那样 西方国家的人吗 也有 多吗 多 差不多一般个世界的专家 是外国人 因为 中国人都是必须学的 中国人 这个汉字就是一个公主 但是外国人学的 他们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 我想理解 更新的 所以 对 可能 专家大部分是中国人 可是 也有很多的外国人 英文的 最有名的专家 也不是英文的 是外国人 是吗 对 1950年 汉字叔叔出生在美国的俄勒岗州 那时候在家乡 并没有接触过 任何与中国相关的元素 22岁时 他突发奇想 想要学习中文 于是 买了一张单程票 来到了中国台湾 因为 我学韩语 我不是 我很笨 我学得很慢 哦 所以我到40岁的时候 我还不会认识汉字 是吗 对 所以我想学 我死掉之后 之前 我要学汉字 我要能认识汉字 可是 我本来学物理 哦 你学是物理学 对 哦 所以我是 我不是四级音笔的人 嗯 要找到那个 汉字的相信来源 哦 所以现在就花了30年 对 对 研究 最新于汉字研究的汉字叔叔 日常生活中探索独特的汉字 也是他的乐趣之一 有你不认识的字吗 嗯 有吗 我现在看的是 有很多的不认识 比如说 这个是章子 哪个 啊这个 这个是章子 哦 什么是 文化 学 学 学脉 学脉 哦 哦 我不认识 我也有些语言 世代精神 金 看得出来 对 金 对 我天 哪里是神 这个字很有意思 嗯 这个是公 公 然后这个是山殿 所以这边是表示一个山殿 对 山殿 然后这个是一个声音 对 哦 然后它变成这样子 哦 然后变成 哦 然后变成 嘿嘿嘿嘿嘿嘿 然后这个是个基台 啊 基神的 神殿是古代的人 他们以为这个是神 代表神 哦 哦 所以 这个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这是第一次人家访问我 这是第一次人家访问我 这是真真地对汉子和他们信不信不信 对 那之前很多人他们采访过你吗 有很多 他们问你什么呀 他们问你什么呀 跟汉子没有问 他们就说啊 你有什么困难 嗯 有来中国觉得什么呀 嗯 你会不会用筷子 啊 哈哈哈 你每次怎么回的 啊 我说我是一个筷子工的高手 哦 你叫 我会用筷子 哦 我可以 我可以抓到一个枪 真的吗 对 右边的翅膀 左边的翅膀 都可以 真的吗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我是筷子工的高手 哇 辣油在这里 哎哟 辣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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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辣油是 辣油是 辣油就是前面这个 哦 这个 辣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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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了年代的东西 有年代的东西 所以你是 你是这里的老板吗 对 你多的 我72 72 72 那我77 你好 我大哥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人说 我 像龚崎俊 嗯 但是我认为 龚崎俊像我 哦 就扯不清的话题 哦 对对 对 我看你 我以为你好像一个日本人 这是他吗 对 他是个日本人 这个是日本人 有的人看我 他们说我像那个 KFC爷爷 对 跟着是爷爷 呃 于我啊是 一个小老百姓的 观点 来查这个 人 和地球 嗯 怎么来的 人和地球怎么来的 人和地球怎么来的 嗯 你感兴趣吗 我知道 我有有心情你说 啊 在宇宙中啊 有很多的火球 但是互不相干 嗯 漂亮 你给他一冲击啊 嗯 就撞碎了好多碎片 半个小时后 有很多 我很高兴认识 你很高兴认识哦 我也很高兴认识 你很高兴认识哦 我也很高兴认识 六子 我好高兴听宇宙的 你明白了吗 听不明白了吗 哦 取消的方法 我很高兴跟你电话 谢谢 你的手会温暖 好 谢谢 我做了一个数据库 有三万一千多个加个文 有两万四千多个经文 四万九千个转体字 转体字 转体字里面只有 一万一千 一百零九个 所以你的数学课 已经比转文解字还多了 对 学物理和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汉字叔叔 在学习汉字过程中 为了让更多的外国人 深刻理解汉字的构成原理 从一九九四年开始 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耗时八年 制作了自己的汉字字缘网站 供汉字学习者免费使用 那你刚开始做这个网站的时候 也有其他的网站建立这种的吗 没有 我是第一个 现在有吗 现在有 现在有其他的网站 可是在2002年 在网上 我想我是唯一一个 可以看汉字的伤心来源 我一九九四年突然有一个很严格的心脏病 你吗 对 我差不多死掉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掉 所以我问我自己 如果我确定 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我要做什么 我就能打电话 跟我的朋友说再见 如果确定 只有一年的生活 三百六十五天 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花了一年电脑画 收文解字 然后没有死掉 我继续电脑画 六十桶 经文编 加个文编 一直到现在 2011年 一个中国网友 偶然发现了汉字叔叔的网站 便把他分享到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这个原本没什么人气的汉字资源网站 一夜之间在中国爆货 他也有了汉字叔叔这个称呼 天津电视台 他们给我一个账 所以他们请我来 他们去美国 做了一个视频 然后请我来这边 所以我在天津有朋友 天津电视台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 我有一些朋友 我可以搬到这边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有朋友了 可以过来 对 所以你二十一年 就是天津电视台 那二十年 是没有人帮我忙的 他们就是看我 觉得我是有点奇怪的人 对 所以对你来说 2011年 天津的人去拍你 而且要请你来 中国的时候 有得到一种认可的感觉 或者找到一个理解你的朋友 对 这种感觉 对 所以你想 哦有朋友了 可以来 对 决定在中国定居的汉子叔叔 先后辗转去过天津 北京 安徽等多个省市 两年前 受到一个信息科技公司的邀请 他来到南京定居 在这里继续从事汉子研究的工作 像不像 他本身是一张卡片 但是他会变成 同时里面还会有 你知道怎样打开古代的门吗 仔细观察这个字形 它就像是古代城门的样子 现代汉子是如何形成的呢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于记忆 汉子叔叔联合公司一起 将汉子的演变过程制作成了生动有趣的动画故事 现在是有中文的 可是我们也要做英文的 英文的 就是刚刚的故事的部分变成英文的 对 然后就是说国外的朋友 愿意了解中国文化 愿意了解中国汉字的 就可以通过这个字形卡 可以更好地了解 那你们想做日语的话可以找我 很呀 我觉得这个英文人也可以学习 因为我们也从小学汉语的 对 对 是 那有人就是你给中国人解释的时候 有没有人说 为什么我要跟美国人学汉字之类的话 有的人不相信我会说汉字 不相信 有一个人我碰到一个中国人 我解释一个汉字 然后他说 他说 你错了 我的汉语比你的好 然后我说 我错了 你说什么是真的不是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你是错了 我的汉语比你的好 所以他的逻辑是有点奇怪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做 骂他 你也不会骂 我不会骂他 这个奇怪 因为如果你让他们控制你的精神 他们赢了 所以你可以独立的 十八岁 十八岁就离开家乡 在外游历的汉字叔叔 定居中国以前 在世界的许多角落都留下过足迹 如今七十岁的他 没有妻子和孩子 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 他叫过几个女朋友 几个很难说 是不是你熟不熟 不多 有一个阿拉伯的 有一个阿拉伯的 对 有一个日本的 台湾的 台湾的 还有 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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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绵的 绵绵的 蒙古 有欧洲的 欧洲的 一个 一个 世界范围 都不太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四海 四海今天 接女朋友 接女友 接女友 真的接女友 怎么找到这么多女朋友呢 因为我最近一直找不到男朋友 你找不到男朋友 对 所以要请假我一下 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 你能找吗 你那么漂亮 就在那边的一个男朋友回来 没有 没有人 所以五年 在 我也以为来到中国 就可以找到男朋友 的结果 找不到 真的 嗯 一眼就是 没有 没办法 是吗 已经 一眼难尽 一眼难尽 现在我想一辈子在中国 嗯 现在想 对 因为我的朋友 我的生活在中国 我去美国 没有事情走 那现在美国 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嗯 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美国人 我觉得我是世界的人 最近的几千年 几千年 有的时候中国大 伟大 有的时候印度 伟大 有的时候 罗马 伟大 有的时候美国 伟大 嗯 现在 中国会越大越伟大 嗯 我觉得 嗯 你的以后的目标 嗯 我就是要 研究汉字 要学我的书 这个是一辈子 学不完 嗯 所以 我到老 学到老 哈哈 这个夏天的时候 我希望要去西藏 西藏 然后开车 开车 自己的 对自己的去西藏 那你应该要考那个 教教吧 对那个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你知道我们节目的名字吗 哈哈 没有 OK 我告诉你 那我问你就知道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好 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我问你 如果我去西藏的地方 那我去西藏的地方 就很难找到一个理由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只去西藏 那我去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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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你会在南京 见到你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变成好朋友 嗯 对 常常聊天 对 因为我这里跟你学到了很多 嗯 包括你的 不用学 就学到了国大老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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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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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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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我做的 对 箇所里面 五十九 一百 我没有用 我没有用 我没有给你煮板 我没有用 和线有自己的网站啦 在浏览器中输入3w.和之梦.cn 打开微信扫码登录 即可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何之梦VIP 获取属于你的VIP服务